词曲 李宗盛 依依 依依 快要十二点了 你再不起床 你昨晚上订的定时外卖 又要被阿姨扔垃圾堆里头了 知道了 你记着就行 我出门了 一路顺风 别掉了 来 嗯 还能再睡十分钟吗 谁给我打电话呀 号码不认识 谁呀 干嘛 谁呀 你好 你的青秋外卖到了 麻烦你开门接收一下 什么 什么 什么外卖 青秋外卖 青秋外卖 你稍等一下 我买上来 我去 现在外卖送餐都还有小姐姐了 来了 当送外卖的小姐姐敲开我的门的时候 我还没有想过 这份外卖 能把我自己给搭进去 唉 现在回头想想 大概就是江湖经验前 低不过学姐套路深 青秋居原创出品 校园GL广播剧 你的外卖到了 欢迎收听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我刚才在失效 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呢 没关系 也没多久 这是你点的外卖 一份麻辣烫 一份蛋炒饭 一个招牌烤模和一碗炖花 请收好 那谢谢您了 我会给你五星好评的 谢谢 对了 你们青秋外卖 什么时候开始有 让小姐姐送餐上楼的业务了 我记得之前 都是小哥放楼下炸鸡上的呀 这几天才开始的 之前放楼下 经常被宿管阿姨 当垃圾给丢了 导致我们接到许多投诉 所以现在让我们送到门口 真棒 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外卖被阿姨扔掉了 原来是这样啊 爬这么高的楼 辛苦你了 没关系的 不过我走的时候 看到店家只给了你一副餐具 我看你点这么多 应该是三个人的份吧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地 给你多带了两套餐具 时间来不及了 我得去送下一家 你要是方便的话 记得给我好评啊 拜拜 拜拜 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我看你点这么多 应该是三个人的份吧 三个人 卧槽 我吃的多怎么了 我吃你家大米了吗 气死我了 先吃为己 别的 全军出击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要死 什么 我没听见 什么 不要说骚话嘛 就不对兄弟 又打了一下午游戏 你把猪留给我 我刷个被动啊 神经病吧 没吃饭 还没呢 别抢我头 别抢我头 我要刷大我吃饭 老规矩 麻辣烫的外卖 行 算了 我不吃了 小吃货 你今儿怎么转性了 居然连心爱的麻辣烫都舍得抛弃 没有 反正不是麻辣烫 怎么了 麻辣烫招你了 没有 我拿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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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你别抢我懒呢 我靠 老规矩 你什么工本打也就算了 你没有懒挑你拿我的懒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他妈有病吧 哥 五点麻辣烫点什么 算饱了 不要 受衰 不想吃 算了 还是麻辣烫呢 我就知道 这麻辣烫天天吃 你也不嫌腻 唉 这世上啊 连美食和游戏不可多是别 我去洗澡 你就抱着游戏等美食吧 嗯 没问题 谢谢 看我蓝是吧 看我蓝是吧 看爸爸的操作 看我操作 好不好 老李 哇操 Double Kill niper Kill Huva Kill 看到没有 我要pandokill了 哇操 看我偶射 哇操 谁怎么给我打电话 喂 你好 你的青春外卖到了 请开门接收 什么鬼啊 就不能晚点再送我来吗 我走 你好 这是你点的餐 和中午一样 外加一份烤馍 另外两幅餐具呢 不好意思啊 我没拿多的 那我室友怎么吃啊 用手抓呀 我下午取餐的时候问了老板 他说你平时就是这么多 我还误以为你有三个人 真不好意思啊 不就是个五沙吗 有必要吗你 人家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姐姐 风雨无阻地给你送了这么久的外卖 那可是五沙 我不管 老娘就是和她叫上劲了 你好 你的汽球外卖到了 我备注有血要发票的 发票呢 为什么没拿 不好意思啊 我马上回去拿 你好 你的汽球外卖到了 唉 我说了 这次的不要葱 那我待会儿重新送一份 怎么这么久啊 麻辣汤都不烫了还叫麻辣汤啊 怎么不叫麻辣凉啊 我去给你热一热 这次备注写什么好呢 怎么了 还在和那个漂亮的外卖小姐姐 斗智斗勇啊 什么漂亮小姐姐啊 她叫宋洋 更何况 谁让她当初那么欠 死仇不保费君子 哎哟 连名字都记住了 这仇记得 你这仇都报了三个月了吧 三个月零三天 你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音音 你该不会是 是什么 是喜欢上她了吧 怎么可能 她喜欢我还差不多 那倒也是 那个外卖小姐姐 被你折腾这么久 居然连半句怨言都没有 你说她要是真看上你 你打算怎么办呀 那 等她送到第一百次 本姑娘就给她一次机会好了 血解套路深 音音 我真不是卖你 嗯 那 等她送到第一百次 本姑娘就给她一次机会好了 谢谢你 嗯 哎 雪姐客气 多谢你的复习笔记 好嘞 哎 雪姐 你今天怎么在楼下等着我送过去啊 还亲自过来请我吃饭 这叫诚意致谢 啊 不对 要谢也该是我谢你啊 帮我爬楼还不说 还帮我赚了那么多个五星好评 怎么 看样子你今天还是要亲自去送啊 那当然 革命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当然不能放弃 我先走了啊 前天是九十八 昨天九十九 今天 今天就是第一百次了 依依 你今天都算了三遍了 你这么上心 还说不喜欢那个外卖小姐姐 可是我点单都快一个小时了 她还没来 琪琪 你说会不会是我想太多了 她九十九天的风雨无阻地过来了 不差这么一天的 你要真那么着急 不如下落去看看就好了 我下去走走 这个送药 今天居然这么慢 害我饿 有麻辣烫的味道 这又是谁的外卖啊 苏伊 输了多少次了 不许把外卖放在这里 阿姨 我 阿姨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外卖 搞了半天是你的外卖 你平时不都早早就来等着的吗 今天院里有事耽搁了 阿姨不好意思啊 你哪个院的 哪个年纪的 书筒学院研究生 二零一六级的 这次我就不给你们院了 我们学院 下次记得早点 研究生二零一六级 是是是 学姐 苏伊 宋瑶 还是说 我该有礼貌地喊你一声学姐 这个 你迟到了一个小时 二十三分钟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晚 那个 你的外卖 怎么 今天不提供专属的送餐上楼服务了 你 你都知道了 本来是不知道的 不过多亏了宿管阿姨 我现在知道了 不过我现在好奇的是 你每天在宿舍楼下拦截我的外卖 然后再专程上楼送到我宿舍门口 你说你这么费尽周折 是为什么 我 我为的什么 你 真不知道 那 等他送到第一百次 本姑娘就给他一次机会好了 今天正好是第一百次 苏伊 我喜欢你 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 不愿意的话也没有关系 不 不是 那个 我 你回去吃饭吧 饿太久会伤胃 我就不上去了 等等 这次你带了几幅餐具 一幅 那你吃饭没 没吃 那 我 我宿舍还有一幅餐具 你要不要上去跟我一块吃 当然要 我 我愿保佑你所有小脾气 不管多少暴风雨我都陪着你 如果这世界有你一种注定 你就是我在教训的那个唯一 我愿用尽我所有的勇气 不管今天我比你勇敢奔向你 如果这世界有心点感应 你就是我的许好最佳接受器 幸福就是你 别怀疑这灵魂 别怀疑我的心 早已经属于你 写你的心 能悄悄的迈进心底 期盼你光明却从装作不在意 你就像一道无解的数学系题 吸引我贪寻若有此物的甜蜜 看你的眼睛陷入星河的梦境 能和你相遇是深恩赐的幸运 你为小哭泣偶尔撒娇笑淘气 陪着我走过青春这蝶装旅行 我愿保佑你所有素小脾气 不管多少暴风雨我都陪着你 如果这世界有你一种注定 你就是我在找寻的那个唯一 我愿拥挤我所有的勇气 不管晴天或霹雳勇敢奔向你 如果这世界有心点的你 你就是我的讯号最佳接受器 我愿意将余生赠于你 能不能让你携手东西 爱情的降临总是不可思议 你是否也愿意给我回忆 我愿意给我回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